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Miri Facebook和IG 我會發放更多不同種類的玩具最新消息給大家 還有按鈴鐺搶先看吧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LICO 我們又來一個即買即拍即開箱 上一條影片跟大家開了SHF的炭之浪 當然第二隻推出就是她妹妹尼豆子 一樣 其實之前也介紹過尼豆子 因為我之前也和大家一起開過Figma 稍後也會和大家簡單用我的角度 和大家比較一下Figma和SHF的尼豆子 首先我們先說一下SHF尼豆子 其實和上次的炭之浪也是一樣的 那盒的設計各樣都差不多在顏色上 價錢上 今次的入手價是380元 已經比炭之浪貴了幾十元 都是一般的套路 你知道SHF是第一隻的 永遠都是便宜一點 引你入坑 去到尼豆子 它就會再貴一點 相信之後也會出鮮逸 衣枝座和柱 和上緣 下緣 大家就好好準備大家的荷包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先看看盒子 近鏡一點 讓大家看看 這個尼豆子妹妹是不是很可愛呢 這次SHF最特別之處是可以坐在這裡 看到嗎 它特地有一個腳位讓我們換上去坐在這裡 那個換味感就比較多 可能擺姿勢的時候 就優雅一點 可以坐在這裡 尼豆子妹妹 它的角色我相信大家都一樣 二屬能長 先說一下 其實這次它的樣子有1 2 3 4 5 有5個面雕給我們 加上雙腳 之前也有跟大家開過炭之浪 它一套這樣放都會挺漂亮的 那我們就開給大家看看 歐拉麵雕 大家看到真的有很多個 打開麵雕給大家看看 先打開麵雕給大家看看 先打開麵雕給大家看看 好 這樣看應該比較容易 好 這樣看應該比較容易 好 其實total有6個 1 2 3 穿上3 這隻手 應該是炭治郎 拖著尼豆子的手 其實不錯 原來是這樣的 現在展示的封面 在這裡有一個手 可以拖著妹妹 這個不錯不錯 麵雕近鏡 可以給大家看 很輕輕 給大家看 先打開麵雕 當然這次的麵雕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是 挺不錯的 有給我們多5件配件 手方面 除了炭治郎和尼豆子 一起拖的手 另外再給多2對 剛剛所說的 坐在這裡的腳 就給我們一對 可以做 輕妹拖手的場景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不錯的 好 然後 樣子方面 其實我也覺得 我很喜歡 它有竹 拖著的 還有 鬼化的樣子 這裡有些 爆筋 我喜歡拿這個給大家看 稍後再給大家看 對 這裡可以看到 其實我自己挺喜歡 尼豆子 鬼化了這個樣子 對 很有人的 其實是爆衣服的 哈哈 好 對 剛剛所說 就是這個 哥哥牽著妹妹的手 腳 這裏 可以替它換一對腳 就可以坐在這裏 就是 效果大概是這樣 這個意思 對 然後 拆開這個 今次 對 以往 其實龍珠包的膠 是透明的 今次這個 都已經不是 跟炭治郎一樣 是這種 磨砂的膠 這樣 對 頭髮方面 它這裏 其實都 挺好的 它不只是一個 拼死的 它是 分開兩束 這樣 可以做多一點 少的角度 因為 這裏 擺好一點 給大家看 對 對 它這個 可以有少少的動 頭髮 這些位置 對 就好像本身很可愛 的樣子 一定要保持它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始終是和服 我都很擔心 它那個 動 位 對 看看 對 這個 表面的衣服 摺 可以看到 頭髮 可以撥起來 就會容易 看到 它分開幾 三摺 下面都是這樣 紋理都做得挺漂亮 那件和服 可以這樣 動動 我相信 擺 的時候 都會容易 一點 腳位 因為 剛剛給我們多一個 可以坐的 一個腳 位置 其實就是 想我們 不用擔心 正常的 這樣就坐不了 因為 這個位置 硬了 雖然是軟膠 但是 這個位置 就不會像這樣 可以有一個 波子 可以讓你動 前面這個 蓋 相對 它其實 尼斗之的腳 就會 幼一點 我相信 放在這裡 就需要一些技巧 或者可能有機會 要用支架 這樣 因為我看到 它 都沒有一個 擺法 是 故意給我們看 是 很容易擺 好 我們試試站在這裡 好 對 我稍後 就慢慢放 比較 這個 規模 給大家 看看 這個 尼斗子 看看 大家覺得哪一個 比較 因為尼斗子 這個 是有 木箱的 跟上次 跟大家說 所以 炭治郎 就可以背著 木箱 和小朋友版的 尼斗子 好 我們現在 就放下 鋪舌給大家看看 現在 就放下 這個姿勢 也放了Figma 尼斗子 不如 也說一說 其實Figma 尼斗子 價錢 是650元 如果未看片 就可以看我之前的片 去介紹 其實 耳熟臨場 的尼斗子 大家都很喜歡 他 我就這樣看 都是在顏色上的分別 我覺得 SHR 那個顏色 在動畫的顏色 去比較 他真的還原得漂亮 其實 之前的炭治郎 顏色 大家都很看得到 分別 而尼斗子 一個比較鮮粉紅色 這個比較柔和 帶橙少少的粉紅色 而Figma 就會有 尼斗子 變成了 細版的木箱 你買一個BB嗎 哈哈 好可愛 其實上條片 也有說過 有些觀眾 去charge 其實 它的木箱 就跟回 Figma 尼斗子 其實Figma 又好 有壞 一定要說 我講了十九千七次 它有支架的手 這個位置 是很 方便我們玩家 收藏的 還有一個 袋子 還有支架 為什麼呢 其實Figma 平衡感 真的低很多 例如 腳可能幼一點 頭髮重一點 令到它 不可以 這樣站在 而 今次 剛剛 我給一點 耐性 放一放 尼斗子 很容易 已經站在 平衡感 非常之好 相對 Figma 它這些頭髮 真的比較 重一點 同樣地 它都是分開幾折的 它有個波栽位 我剛剛 給大家去看看 這裡 收飾位 很明顯 SHF 是優勝很多 它不會真的 有顆波位 讓你看到 很明顯 而SHF 是修靚很多 穿奔位 沒有那麼顯眼 顏色上 這個是灰黑色 這個就是純黑色 漸變橙色 而那個平衡 是做得非常之好 你看到 怎麼放它 都這樣 直立地站在 而Figma 這隻 是做不到的 這個可以給大家 做個參考 同樣地 其實設計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它用回原本的磨複 大家都最擔心 就是重 而SHF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發生 厲害 好 我們再放些姿勢 給大家看看 現在換了第二個姿勢 SHF 換手就換得多了 好像換腳 也好像是第一次 這次它跟了一個最特別的部分 就是可以讓大家這樣坐在這裏 這樣坐在這裏 是不是又可愛了一點呢 整個部分都換出來 連同和服的下面 亦都幫大家 剝了它的竹 出來 就可以看回它的樣子 對 來看來看來看 對 對 對 其實Figma 很老實 它就有個 變成鬼化 它的手也跟著 就可以有這個姿勢 有變色的手 但是SHF就沒有了 SHF只有一個 有鬼化的手 對 一對手就是 很尖的 這對手 但沒有變色 好像沒有跟著圓柱那麼多 我亦都近鏡少少給大家看一下 對了 好可愛的雷豆子妹妹 坐在這裏 是不是多份可愛感呢 這裏 這個Figma 這裏 這裏 它這裏 其實沒有效果 炭治郎就有 但是多了這個木箱 這個木箱 可以 剛剛也說過 可以擺到 那個雷豆子 變小了 的版本 可愛的雷豆子 在這裏 對 還有它叫做 真的跟著圓柱 又變色 這個也是 有好有壞 大家都 沒有說哪一個特別好 哪一個特別差 但是 我們說 這次 它用三百多元 三百七十元 其實都合理的 我們都預料了 其實SHF一出第二個角色 就會比較貴 好 我們現在又請了 這個炭治郎 就拿出來 做一個 輕妹拖手的 溫馨場景 給大家看看 好了 到最後一個姿勢 就拿炭治郎出來 做一個 輕妹的 溫馨拖手畫面 其實 這次SHF 我覺得做得挺好的 就是 都是有一些配件上 可以有個聯繫 同樣地 有些觀眾 或者粉絲們 就會覺得 哇 這樣騙錢 唉 玩具就是這樣 其實Figma 都有 好像他們這樣 可以做到 拖手的姿勢 但是 就要買特典版的 要特別買 價錢上 又要再貴多 可能幾十至百多元 因為 我記得 大家都知道 年居人那個 都貴多八十元 那個多士 應該有觀眾 應該都知道 我講什麼 我們近鏡一點 不如 看看炭治郎 和尼豆子 拖手的 溫馨畫面 大家以為 做這個 拖手畫面好像很簡單 其實不是 因為要兩個 一起去做平衡 所以 也有少少技巧 但是 我覺得 很溫馨 很開心 換回一個 炭治郎笑的樣子 牽著妹妹 他們的 兄妹之情 很棒 好了 我們今天的 即買即拍即開箱的影片 又到這裏 新的拍片方法 做一個比較 大家不知道 又喜歡不喜歡呢 可以在留言 告訴我 看看今次的尼豆子 你們又滿不滿意 你們會喜歡Figma 多些 一定是新出的SHF的尼豆子 多些 留言跟我說 好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